討論每次頒獎前大家都不免想預測一下 直播今天晚上有幾組實在很難猜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交給資深記者楊慈英 今天晚上登獎的金鐘獎戲劇類頒獎典禮 亮點很多提前為大家做個整理 五大亮點首先帶你來介紹 這個是今天晚上入圍金鐘獎最佳男主角的 創新力的是陳雅蘭 首次她是女生喔 但是入圍了世帝 是憑著這個家境軍由台灣裡面來入圍了世帝 而且還跟她一起找住的其實也是來勢兇兇 尤其這個楊佑寧溫生豪過去都入圍過了 這一次就看有沒有辦法敲響金鐘 而另外大家最受期待就是華登初上這些媽媽桑 到底最後誰會拿到金鐘獎 尤其楊錦華今年是第五度入圍最佳女主角獎了 過去四次都是擦身而過 這次就看有沒有辦法拿回家了 不過競爭對手有林心如 林心如就自己說當然最好的結果就是 兩位媽媽桑一起報獎回家 那謝銀萱呢其實這一次競爭也是相當激烈喔 因為兩年前她就憑著俗年養成記 拿下了最佳女主角獎 隔兩年後今年又再戰 而且一次就是憑著兩部戲來入圍 看起來也是喔這個相當的有把握 但是要說到死亡之主的就是 最佳男配角的這個獎項了 吳康仁 薛士林 李明順其實都已經拿過世帝了 這一次呢他們一起要來拼喔 而且尤其這個吳康仁在思卡裡面是又爆收又曬黑 看起來真的是為了這個戲啊做足了許多的功課 也是吃足了苦頭 就看有沒有辦法真的是超想金鐘 而當然啊呂配角的部分 大部分都說是這個先拼先啊 因為呢余子玉 劉品妍 謝崇軒 其實都拿過金鐘獎了 今天呢他們要在一起齊聚喔 就看這一次真的是會有哪一些幸運之神受到捲固呢 但最後對大家統整 其實今天晚上這個戲劇類頒獎典禮啊 紅坦呢5點就會開始走了 主持人呢是楊小禮還有陳家葵 而曾寶怡是擔任頒獎典禮的主持人 一個人挑大樑 可以看得出來今天晚上即將登場的金鐘獎亮點滿滿 好那麼今年又是哪幾部劇特別引人注目呢 茨茵 今年台劇真的是大爆發 尤其戲劇類的這個金鐘獎入圍超過10項的不少 想必你應該也看過一些 像是這蘇女養成劑是入圍了15項 而茶巾呢是最多16項喔 而花燈初項呢今年又11項入圍 斯卡羅呢是13項 所以看得出來今年這個台劇能量真的是大爆發 所以啊就製作這個火神的眼淚的導演 他就說台劇呢其實最大的優勢就是創作環境相當自由 不會拍什麼就背景 而且啊台劇啊現在這個突破製作規模是大幅度的上升 而且是大體浮現 他就說其實這樣預算高呢 當然啦你的製作品質就會跟著變高 這是影響台劇表現的最大關鍵了 那另外呢就製作過火神的眼淚 2049的這個製作人湯生榮 他就說其實啊台灣文化跨度大製作是CP值相當的高 而且根據他的觀察台劇的預算大概是借在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中間 所以他說CP值高之外呢 現在因為OTT平台競爭也是相當激烈 所以啊台劇正在升級當中是現在不可逆的趨勢 那麼這回典禮分兩天主持人是怎麼決定的 我們再次請慈音帶我們了解 昨天圓滿落幕的金鐘獎節目類頒獎典禮 主持人呢是曾果成還有唐啟陽 兩人呢昨天一開場就帶來這個rap的表演 也立刻很沉穩的一起來介紹了今年的入圍作品 甚至啊這個曾果成還說其實他是要來主持戲劇類的 唐啟陽就說對啦所以是我把你搶過來的 而他們在介紹這個入圍者呢當然也點名到了曾寶怡 說他是今年最忙的主持人 昨天他是以入圍者的身份參加了金鐘獎 是以入圍了生活風格節目類主持人獎 而今天晚上要登場的戲劇類呢 曾寶怡他是擔任了頒獎典禮的主持人工作 所以是連桿兩場喔 而且昨天他是全程待到了最後相當的敬業 他就說啊他不能爆雷今天到底會有什麼精彩的看點 但他說要從紅潭第一秒就開始鎖定 不過壓力最大的當然呢也是這控時控場了 因為昨天呢這個節目類頒獎典禮超時了36分鐘 今天其實戲劇類頒獎典禮呢 這個獎項是有增加到28項 所以對曾寶怡而言壓力最大的恐怕就是超時問題了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